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男士的首相智慧线特别的长 那么预示着智慧超群 天生的有一个聪明的脑袋瓜子 学业、事业方面是得心应手 而且智慧线延伸到月秋这个位置 有一条横的非常深刻的纹度 跟它相交形成这种十字纹 大的十字纹 那么这种是十分少见的纹度 说明男士发财虽然晚了一点 但是财运是极大的 将来家财是非常的丰厚 这是一种大气晚成的首相 我们看这个千金纹跟千金鼎一样的 这种千金纹在首相当中 是由很长的一条事业线 然后结合理财纹和感情线 一起构成这种千金纹 跟签字一样的纹度 手指也是严丝合缝 手掌长色红润 手掌非常肉厚 手心低洼 结合手掌的掌形和纹理来看 再加上这个千金纹 是非常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毕竟是家财丰厚 更加难得的是 他还是一个大善人 心比较善 遇到这样的人 千万要抓住 这个是名利双收的一种首相特点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女士的首相三线 清晰深长 这个事业根基是非常的好 智慧性和生命线的夹角 非常的小 两者运势容易相互加持 非常的容易加强 不仅这个生命力旺盛 而且呢 更加是非常的聪明的人 绝不吃亏 少有犯这个糊涂的事 中指下方呢 有一条基欲文 这个基欲文呢 跟这个小人文和漏财文呢 一定要区分 基欲文出现在这个中指下方 一朝翻身不是梦 这个基欲大概出现在四十岁左右 四十岁之前呢 望福运也是不错 丈夫的发展 事业发展也是非常不错 前半生可以做贤内助 加上这个凤雁文 所以说整个长色来看 也是百里头红 三线清晰深长 这个智慧线跟生命线的夹角 非常的小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手像 好了 有关这个手像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